大家晚安大家好 我是狐狸糊涂的狐狸 执行长啪啪走 今天在苗栗 应一位认识朋友的邀请呢 去他的机构看他的业务状态 行诊结束 回诊的时候刚好看到 过去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的留言 他表示过去一年 他莫名其妙的被推出去 担任业务负责人的角色 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非常的痛苦的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在我们的食物领域当中 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这些人都是在不痴情的情况之下 或者是没有能力的情况之下 被推出去当业务负责人的 有些当然是自愿的 但是有些可能他是非自愿的 没办法我想要糊一口饭吃 所以老板叫我去当业务负责人 我就当 有一种可能他从头到尾 都不知道业务负责人要干嘛 这是一个很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这样的现象 对于长期照顾的发展 或者是机构的发展 其实是相当相当不利的 如果你作为一个业务负责人 就是一个机构实质的管理者 作为一个管理者 最起码要具备有五大职能 包含你要有规划的能力 要能够规划整个机构发展的未来 或者是要活动的举办的 业务相关的规划能力 第二项的职能是组织 要能够安排职位跟人力的配置 第三个职能是指挥 管理者必须要有能力带着团队 往目标前进 要能够让他们贡献他们的能力 完成目标 第四个部分是协调 每一个组织当中有不同的职位 任何的目标的达成 都必须要去尽情协调的 第五个是控制 控制的目标是在于 不要让这个过程当中犯错 或者是犯错纠正之后 避免重犯 作为一个管理者 你必须要知道 你需要具备这五大职能 而管理一家机构 要让机构能够达成他的绩效 就要在产销人发财 这五个面向让他能够很正常的运作 产是什么 产就是产品 对于长期照顾机构来讲 他的产品就是长期照顾服务 第二个是行销 如果好的产品没有透过行销的话 民众是不会知道的 第三个是人才 对的人才就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第四个是研发 在长期照顾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服务其实是需要弹性的 或者是需要新的设备来支持的 第五个财务的部分 就包含了我们的财务结构 见不见全 我们的现金流是不是足够 除了这五个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项也是很重要 现在是一个资讯化的社会 资讯对于一家机构的经营 也有它的一个实质上的一个帮助 所以就会形成了五加一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业务负责人 或者未来想要当一个业务负责人 实质管理一家长造机构 你最起码在个人方面 就必须要具备五大职能 在管理一家机构的时候 就必须要在产销人发财 这五加一的面向 让他发挥实质的效果 达成最好的绩效 作为一个机构的管理者 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学习 让自己在各个方面 其实是能够担起这样的位置的 绝对不是上去就像了 前面的部分是昨天录的 今天早上特别觉得应该要补入一段 避免看过之后 有的人会觉得 哇管理者好难哦 好有压力哦 要学这么多 要懂这么多 其实人在职业的过程当中 每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已经是在累积你的实力 当然也包含了 未来可能担任一个管理者 所需要具备的职能 差异的点会在哪边 差异的点就是在于 你现在的能力跟理想的状态差多远 差距的大跟小 跟个人的积极度有关系 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是比较积极的 自主的还是被动的学习 另外的话就是 你学习的深度是比较深 还是比较比较浅的 这就会影响到 你的家目前的职能 跟理想当中的职能的落差 那至于机构经营上面的 各个面向 产销人发财的面向 就常照机构而言 只要担任长期照顾的 业务负责人的角色 本来他就已经是在 接触过程当中了 如果你想要把你的机构 经营好的话 你对产品的期待会在哪边 你的行销要做到 什么样的程度 你的人才培养 是不是有不同的路可以走 多思考这些面向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当你管理的思考 能够脱离 只有服务了这件事的时候 你的程式就是往上拉 这个就是我们的管理者 应该有更高的视野 他不是用一线工作者的视野 而是必须要从 这个行业的视野 或者甚至于这个产业的视野 去看待这些相关的问题 当然是人的问题 对于一线的工作人员 他只想要赶快把人补进来 对于管理者来讲 补进来之后 他又流失了 所以我可能想的是什么 我可能想的是 我怎么样能够快速的 复制人才这件事情 不同层次的人 他思考的问题 就会是不同的 不管你今天已经是一个管理者 或者是你很想未来 要担任一个管理者的角色 其实要对自己更有信心 很多的管理的技巧 是可以学习的 领导力是可以学习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